大家好,政治揭露,喂,大家好 我六可黑是2月23日晚上,喂,大家好 喂,当然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新闻就会有区议员宣誓的一些详情 当然大家都知道,将会DQ4个人,一通过在3月17日会审理 3月17日就开始审理,我想审理未必很久了,因为现在议会没什么反对派 所以应该3月就会搞定了,3月底 如果搞定了之后,很明显就会立刻DQ4个黑暴议员 那就是他们4个,沈奥辉,袁家蔚,梁仿惟,还有郑鸿达 虽然我都不太认识他们 认识他们老鼠吗,郑鸿达,梁仿惟 不过呢,不要这么开心 另一件事我们真的需要去讲的 就是这个流利群的升职 就是我有post过高sir正能量的一条link 他都在这里骂爆 那为什么要骂爆流利群呢? 待会再说吧 OK,那我们呢 还有其他坏东西的,比如说我写过一些帖子 我觉得其实这个爱国者的定义,这个原则 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其实是对旧的黑暴有用的 但是对那些汉奸不让他加入呢 其实是会没用的 那些新的汉奸 仍然是议会可能充满了一些拉布议员等等的 所以稍后再说为什么 好,那我们先讲正经的意义 邀请大家订阅何志光有仇必的频道 分享,留言,赞好和按铃铃 也请你们看一下你的铃铃和订阅在这里 Youtube有时候弄鬼走了 这个就很明显的了 玩得很开心嘛 那另外呢,其实真的 我也再说一次 我的影片主要是12点 每天的12点和8点 星期六和星期日可能只有一套片 只有12点那一套 所以呢 星期六日可能你再留意一下晚上 有时候也会有的 因为Mail有时候找我做中美争霸 所以你到时候留意吧 好,我们讲正经的事情 首先我们讲刘利群 刘利群已经公布了 她是升职的 她是多了三万元的工资 她由食环署主长升做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 我告诉你们 香港一个畸形的制度 表面上 所以说 陈兆史是局长 应该最大权 实质最大权的那一位是常臂 OK 即是说呢 聂德权和林郑 用他们的权力 升职劳利群 当然 你们会觉得 哎,刘利群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为什么她是这样骂刘利群 刘利群 在2019年 11月的区议会选举里面 她和聂德权一起合作 聂德权是时任的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 聂德权是决定 继续当时的区议会选举 当时的区议会选举 其实建制派里面的人 都跟我说的了 她说因为林郑不坚持 这个逃犯条例 如果你坚持了 社会没什么 人民反而就会接受了 你通过了就没事了 但是林郑的退约 当然就会引爆 就是 兵霸如山倒 就好像03年的 23条而已 是不是 所以建制派一直都知道 因为他们 黑暴和 汉奸在香港的势力 是英国人培育了百多年的势力 在无线 始终都有很多行间 你可以在香港的传媒 或者是政府部门各行各业 都是很多行间 是不是 所以劉利群这种人 她和聂德权就合作了 要 继续搞选举 所以劉利群主要负责 放纵黑暴 用一些丑陋的文宣 用在连聋牆 那时候 区议会选举我自己经过 是不是 那时候会有很多假的 又说陈彦霖被警察奸杀 接着就说已经有几十个女士被奸杀 接着呢 说越说越夸张 又说有几千条浮屍 根本什么都任意 这些是非法的行为 但是劉利群是拥护 你为食環处长 那些公共的地方 为什么你被他贴呢 是因为你放纵 你支持的嘛 这样说 聂德权 可以说他很肯定 就是一个 支持黑暴的局长 他由这个 这个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调了去 调了去做公务员事务局 他马上就 升回去的好拍档了 劉利群 我都说过劉利群 我说劉利群 和他老公都一起 是香港黑暴界里面的主要舵手 我是这样说的嘛 大佬 劉利群真是人渣 他老公 这个蔡凯偉 都是人渣 是不是 这些很清楚的 但是 聂德权就告诉你 我们 我们 罵得多少 都好 他就要 升他 是不是 他告诉你 就是说 喂 根本 大家都是这个 林郑政府 都是认同黑暴的 不过呢 他表面上 要听共产党说 因为他那份 实质支持黑暴 劉利群 实质支持黑暴 可以升职家的人工 是不是很清楚呢 大家都知道 最近 区议会选举 当然已经做了一件事 就是 可能要加入宣誓条款 那为什么聂德权的时代 不做呢 是不是很清楚 因为聂德权 不会做的嘛 所以中央要换人嘛 是不是 是不是 今天电视去问 问林郑 喂 为什么要中央层面去出手啊 因为你林郑就说 哎呀 选举制度应该中央出手 是因为你不做啊 你明白啊 你不做 所以要中央出手啊 是一而再要出手啊 国安法要中央出手 现在选举制度的 原本的选举制度 又要中央出手 因为你林郑 就是一个黑暴政府 一个叛国的政府 一个地区叛国的政府 我是这么说的 因为劉利群的行为就是叛国嘛 一个以爱国者为标准的话 他们怎么会是爱国啊 看到黑暴还行 他没有勇气 哇大哥 你愛國的就應該跟這些黑暴勢力死過嘛 他亂貼,在那裡貼的話 貼連儂牆的話,你應該盡全力 找些跟警察合作 一起去,去執法,全部撕掉 他不是的,他放縱 所以說呢,其實中央 要搞一個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現在的問題就是,林鄭在一月已經收到封了 所以林鄭收到封,就是黑暴去賣樓 李卓人賣樓,歐樂軒賣樓,王國彤賣樓 每個人在賣樓,為什麼呢? 因為收到封,中央要立法 你林鄭通水 沒有啊,全部都賣樓了 是不是? 他們快人一步 那些老婆子女走路就容易了 有你林鄭通水,真的什麼都可以 記不記得林鄭 2019年八月尾,就向商界通水 說中央不會派解放軍來香港 我講真的一句,不是我一個人罵 高sir也罵 高sir是真真正的愛國 所以落手落腳去撕連龍場 高sir也是一個很資深的愛國人士 他一定會有些人陪著去撕 我?我就做不到 我做不到我們都不勉強自己 你可以說 哎!何志剛只有八口 我真的只有八口 我是一條傻子 我不懂共產黨 我沒有任何勢力 我那些view 曾經幾十萬 一句 一些巨大的社交媒體 騙過來 就下跌了幾萬 大佬 我什麼都沒有 大佬 我一條中佬 48歲 我不能打 我只有高雄肥大的 不代表我能打 我沒有撕連龍場 但是高sir不是肥 他是比較瘦 可能像鋼條 他真的很用力去撕 也有很多人幫他去撕 我很欣賞 但是高sir就是親自看到 劉里群是怎樣的 不是我一個人說 我罵劉里群 我罵盧偉聰 陳政森那些就說 哎呀 特區政府呢 終於呢 平反了盧偉聰 盧偉聰拿獎 是應該的 我就知道 七一衝進立法會學班 還有這個理大 是不同的 這個警務處長 不同的一哥 就有不同的結果 鄧炳強 可以拘捕所有人 盧偉聰放山完之後 令到整個黑暴 更加擴張了 你陳政森說什麼 兩件事已經證明了 你盧偉聰 林鄭用盧偉聰 放大黑暴 林鄭升 這個劉里群 就是告訴你 她是支持黑暴 對中央陽奉陰違 明明說中央要愛國者治港 她就特意升個叛國的 跟你中央對著港 真的這麼簡單 OK 不要罵 不斷狂罵 不管了 這一節長一點 我又不想分兩節 第二節又不多view 我老實實可舉 這次去移動那些區議員 那些混蛋當然是假裝死 對不對 每個人都假裝死 接著說 哎呀 他們很不應該 又說什麼 袁家衛說 用電影對白品牌不好 就是人品不好 你真是人品不好 臭雞 你是羅冠聰的天使 而已 是不是 羅冠聰玩厭了 就扔了你 你這隻臭雞呢 他說見性色 世色不對就反抬 就是說 你是否在暗示 林鄭一向跟你合作 不過 現在中央這麼強硬呢 林鄭又跳過去呢 哇 真的這些說法 可圈可點 真的 你袁家衛 可能說了真相 可能不是啦 不過我覺得是真相 如果不是 就沒有劉利群升職 是不是 那 陳武輝當然是老鳳說 封殺異見空間 那些廢話 然後呢 他呢 又用 強行借了一些新樽 然後說戶口只有六毫子 這個混蛋美國人 暫時夾下了美國護照 很快就恢復了 五層區議員 那這個混蛋呢 就說 哎呀 現在 只有六毫子還不到政府的錢 油雞色 油雞啊 還有 梁仲恒 那兩個 他是沒有議員做之前 一直問政府 拿了很多新樽 是吧 沒得做 那就自然欠政府錢了 是不是 那他就說 哎呀 現在我沒有戶口了 然後呢 陳武輝會 一生跑去美國 接著又拖欠政府 我想拖欠不到幾十萬 拖欠十萬八萬左右 油雞拖欠了一百萬 陳武輝想著又拖 是不是 就是告訴你 武品 接著說戶口只有六毫子 是不是 這些就叫做賤格 講完了 鄭雄達又在這裡扮可憐了 整群混蛋會站出來 但是你們四個混蛋呢 是真真正正的港獨分子 來的 陳武輝直接是美國人的 這條道友 那為什麼現在才炒他呢 中央開始做事了 才炒他 那我想可能曾國偉呢 是想努力的 就是說呢 聶德權的年代就不會做 是不是 說這條法例呢 會實際會對 會 亦都會 針對為立法會議員 就是說呢 說了很詳細 哪些行為呢 就會被DQ 因為鄭松泰曾經倒轉國旗呢 可能都會被炒 但是不用了 不要緊要了 這條法例我覺得不要緊要 結果呢 就會中央呢 會出一些機制 就會去動的了 因為呢 以啊 這個 劉兆佳這樣說 他就說 喂其實 如果以香港本身自己去搞呢 是麻煩的 因為呢 很多時候呢 司法覆核 司法覆核就是說 對回法官 那些法官是黃的嘛 根本就解決不了問題 是不是 所以其實 沒有的 要 要 處理香港問題 香港這些黃法官 就會令到香港一事無成 所以 啊 中央出手呢 我覺得是好一點的 不過你又說我自相矛盾了 是不是 你說哎呀我剛才罵林鄭不做 如果林鄭肯做 起碼現在已經推了23條 是不是 林鄭沒有意識她推23條 現在 中央整個愛國者原則的一個 一個原則出來 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出來 那些污衊 那就是葉國軒說 那些污衊 還有要推翻共產黨 執政地位的 就一定是 不是愛國 那就是說呢 港獨明支聯會不是愛國 跟著呢 無線新聞就拍周恨彤的回應 周恨彤呢 就和梁天琦一起搞港獨的 支聯會這些就是叛國組織啦 是不是 我相信會有一條法例出來 建立一堆 的 的機制 是用來 去處理選舉 跟著呢 他做個判決 將 取消某些人的 選舉的資格 DQ 是不可以施罰罰恨的 所以我相信會有一個法例 三月人大幾千人就會 授權人大常委 去立法 搞兩個月 五月六四前應該搞定 就會收支聯會皮 也會DQ 你們這班人 裝模作樣什麼都好 現在這條呢 區議會宣誓 這條宣誓的條例 包括區議員 就算這班人 是 就算是假裝從歸道舉 但是去到中央這個機制裏面 中央肯定呢 將會寫的那條法例 我姑且叫它做愛國法 就會真是會 最後清理 行政立法司法 幾方面 的人渣的 我希望中央呢 其實一直都不出聲 隱隱不發 但是我覺得中央做事也是很聰明的 靠你林鄭沒什麼用 林鄭連立二十三條都不嘗試的 是不是 鍾南三叫她 叫她全民檢測 她就說 不可能 是不是 國家領導人梁振英說 特首應該要協商產生 她就說不行 事情都跟中央對抗 是不是 所以 中央這次一次過要搞定 但是我的分析就是說 我寫了一些文章 長有去 這一節 某個程度上 我寫文章就說 喂 有一些黃的勢力 有一些暗黃勢力 就是田北俊的體系 叫做希望聯盟 希望聯盟 號稱有一個立法會議員 就是鍾國斌 我說這個 所謂中間派 有李啟迪 李啟迪是香港民族論的作者 就是港獨分子 有漢奸家族出身的袁尼昌 袁尼昌的老婆 容海恩還是新民黨 我覺得中央可能給希望聯盟吃黃絲票 因為始終都有人要去選 是不是 那些黃絲 我這個沒有人認識的 然後整個選舉過程什麼都不說 但是呢 就有陳方安生 李柱明家慈 那些選民是自動知道的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田北俊這些漢奸 我直接說是漢奸勢力 和袁尼昌這些 袁尼昌也是漢奸勢力 所以我認為 容海恩兩夫妻 都是漢奸勢力 雖然有建制的KOL 或者一些網台 漂白容海恩 你嫁得漢奸 你當然是漢奸 大哥 你容海恩 現在有這麼廣闊的 這些暗黃的空間 是不是 所有正印版的 那些的泛民都死了 那你容海恩就直接過去了 是不是 大哥 好 接著呢 我又數了 曾俊華 接著呢 我又數了 潘卓鴻 潘卓鴻這個人 很離譜 整個沙中線醜聞 紅磡站 是擠牙膏的玩 其實我發覺呢 昨天我說的 蘇澤培港鐵 也是黃的 糟糕 禮頓澳洲 也是黃的 泛信呢 就是一個contractor 接著呢 加上潘卓鴻 自己都黃了 全部人都是黃 那整個沙中線擺明就是 無風起浪 就要阻礙你香港人有車搭 美國佬 是不是 最後 這個希望聯盟還有呢 曾俞成支持 我有一張照片 以前我不是很用的 現在呢 我也是想用一用的 田北俊 曾俞成 和曾俊華 三位一體 在中環派口罩 去年的 疫症比較高峰 缺口罩的時候 他們三個真是朋友 就是三個都是 我直接說 美國 的走狗 有隻美有隻國的走狗 我說你曾俞成是美國走狗 好 擺到明了 我會出去了 這些漢奸 就會撲出來吃光黃票 然後曾俞成就補他 說他們愛國 就這樣做了 是不是 很簡單 曾俞成是民建聯創黨主席 是不是 所以 中央做什麼呢 那些黃絲一樣可以進去立法會 不要這麼大的希望 不過呢 我覺得 我覺得中央可能 我覺得 我最想的就是 將功能組別 由29個縮到只有一個 就是 勞工界 將那些地產勢力剷走去 那些可能會被黃絲贏的議席 剷走去 只有一個勞工界 有35席 工聯會勞聯就拿了所有的位置 那愛國者就保證過半 如果 幾十個界別 就多數會是混蛋的 工聯會裏面有律師 有醫生 有潘佩球醫生 然後有鄺志堅是律師 這些都懂得 那 工聯會和勞聯都拿了那35席那個 老友 然後 最好就是 喂 我覺得 在立法會的改革裡面 改好議事規則 無論怎樣也好 那我不說那麼多了 很長氣 不過我真的很生氣 就是 你靠林鄭政府 是萬事不捨 就每次要靠中央去搞定 先看不到